好 这个马总统昨天接受中天新闻的专访 那他说这个民调创新第一 他失望但不会气垒 维护大势大非是他的责任 不会因为一时的挫折而退却 我该坚持的不会放弃 梁翁这就是要再剪嘛 你怎么放弃你本来就没有的东西 这就是我很怀疑的不能理解的事情 你从来就没有坚持过你放弃什么 对不起 他要再剪嘛 要再剪的话就发力抗高嘛 他又什么要再剪 问题是马英雄这个话有语病 你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 可是他是有语病的 因为他的全文的意思是说 要坚持那个诉讼 他说大势大非不能放弃 好 那我们这个诉讼的本体是什么 这个诉讼主要是在诉讼说 王金平还有没有国民党籍 对 我是在观说 对 你如果认定这个是 王金平还有没有国民党籍 那代表说马英雄认定王金平有关说 那他又在扮演上帝嘛 对 好 你说好一个政党的内部 你当主席的人 你可以说我要开除党员 好 你既然要讲大势大非 我觉得这个案子有三个大势大非 我觉得大家要一起来讨论 我从最不重要讲起 最不重要的大事 这个小事小非 是王金平 柯建民到底有没有关说 第二个重要的是 特征组跟黄世民 有没有违法监听跟泄密 还有办黑案 为什么我说要办黑案 因为王金平这个所谓涉嫌关说案子 没有暗号 因为检察官每办一个案子都要分案 都要有暗号嘛 他这个没有 那你为什么可以掉通年纪录 第三个我认为最严重的大势大非 就是总统跟行政院长 你到底有没有踩到宪法那条红线 我觉得这个才是真的是大势大非 你结果现在呢 要把国会议长拉下来 对 那结果现在呢 自从马英九找一些这个媒体人 跟主持人跟意见领袖之后呢 大势大非变成有没有关说 后面两个已经不重要了 其实我昨天对国民党的立愿党团 没有生气 我觉得蛮意外的 因为这是国会尊严 他是不分蓝绿的 抱歉抱歉 我的问题就是说 他要再贬嘛 他我放棄 我要再贬 他要再贬就是 一个就是抗教这个我们看得到 他还要再贬 他还要再贬他还要再贬 有啊 他有埋下伏笔啊 你不是说卡电会 让国民党批布一个大劳 说王金平 柯建民 干了很多令人不能容忍的事 还不止这一件 那有你就拿出来嘛 对不对 那你到底将来是要 还要再用什么方法 我觉得他的思考很直线 他现在被够整了益主有用 除了诉讼之外 他在自己做立法院长 那现在总统你干什么事呢 就是你们今天国防委员会来 外交委员会来 然后明天是内政 魏怀 然后来我就自己做行政院长 然后你们法案我不交给你 你就这样子过 然后你就 你不要管王院长讲什么了 就是总统我讲什么 然后你们法案就照这样子过 所以他再贬的意思是说 他把王院长的位置直接架空 然后他自己做行政 做国会预兆 我觉得马亦有做了一件很蠢的事 其实我觉得他的思考真的很单向 而且他怎么可以在政坛 混到总统的 我真的现在从整个布局 我真的 不是 你从罗志强讲的话 你就知道吧 他说他永远都是站在什么 多数人的对立面 所以他的思考 他永远站在9.2%那边 所以他的思考逻辑 永远都是在多数人的对立面 思考逻辑就说你把我抓到官司啊 你还没有自己辞 你还敢跟我申请假主份 这不是金堂木 我们拿回来到 不是 他的意思是这个 说你还搞得我还要提抗计 所以完全就 所以他要坚持的是 这种事情你应该自己就要辞了 你怎么还敢跟我 摸这些摸摸的 不是啦 他10次我真的讲 其实他思考是这样 他10次思考是这样 其实有时候 我也还蛮同情他了 真的啊 现代人真的是同情他 我为什么同情他 我还想说 其实我们说他都没做事 他不是没做事 你说他当总统这么多年来 难道真的都没有替国家 做一些有利的事情 当然有啊 可是但是他在做事 他每次做的事情 都被他所做的其他 大家不瞒的事情说 掩盖过去的 比如说官说当然不对啊 谁会说官说对 当然不对啊 但你官说了以后 你会处理过程嘛 你让美国说 你今天好 你官说不对 那你就照程序走嘛 你学华丽的人嘛 你说好 我给你送考纪会 就送考纪会啊 你那种考纪会 你那种考纪会 你都让他独立去省啊 对吧 你让他去信嘛 你如果说你不要在考纪会 之前开那个记者会 你也不要自己跑去考纪会去哭 你讲没有气的话 那人道会觉得说 考纪会所做出来的 就很独立啊 对不对 就很那个啊 包括中选会也是一样啊 你中选会 你那个张博雅你第一时间不是说 我们要等考纪会 那他还有20天的申诉期嘛 你就让他去申诉嘛 20天以后我们家就做节地板 他第一时间是这样说的啊 有什么一天就解决了 所以让人们质疑嘛 你说你主要是你后面处理的这些过程 让人家觉得说 好像你做的这些过程的恶 比王金平换的那个关锁的那个恶 还要可怕啊 就是用大恶煮小恶 煮小恶嘛 所以大家现在眼睛看到了 就看到这些大恶 没有看到那个小恶嘛 所以你现在唯一 你要把你这 你应该把你这些大恶 全部都排除掉嘛 譬如你为什么8月31号那天 黄世民可以在三更半月11点 跑去跟你跟你报告呢 以前没有报告过 难道这是第一次吗 黄世民人家会质疑嘛 黄世民可不可以跟你报告 那人也在想嘛 假如你是真的是说 你说你没灭亡没啥 一般政策就说 我8月31号就给他报告了嘛 我9月1号 我可以去跟王金平叫来啊 说到底是什么事情 你是什么 你给他一个说明的机会嘛 你说你要跟台识 你也要让人家说明嘛 你律师知道嘛 你要判死刑 你有一审二审三审吗 还可以上诉啊什么东西 都要嘛 你接不来嘛 你接不来嘛 你如果接不来 今天没事 官说他就是不对 没有人讲 程序的正义你知道吗 所以你现在就说 你这些过程当中 大家看到 现在大家眼睛看到了 只有看到你处理的这些 好像你的严重性 比王院长的官说还要严重 所以大家当然要批判你这个 所以他现在自己说 比例嘛比例上 他现在他还没有捷悟的功 他还没有发现到说 你犯了这个错 比王院长的错还要错 他就是很 我觉得他真的满直线思考 他认为说 你这种事情被抓到了 你还不自动辞职 你怎么还有脸待在立法院 他完全的思考是这样 他自己把黄世民叫来 然后听那些报告 他自己学法律出身 他一点警觉性都没有 我听过一个人那边讲说 其实总统也有考虑过 要不要直接见黄世民 可是他的直觉就说 黄世民可能要来跟他请职的 所以他就觉得见他 那你起来 对不对 黄世民没事干嘛请职啊 对 所以问题就所在嘛 黄世民请职要跟行政院长请职 对啊 怎么会跟总统请职 所以如果你照这种说法 帮他辩论的人是这样的说法的话 就表示说你当初你也意识到 你见黄世民是违法的哦 对不对 那你今天总统违法犯计我们不用办吗 对 今天不要 我跟你讲 今天舆论不要一面倒 我们要办王院长或是柯建民 有没有办 有没有关说司法 可以办 可是今天总统有没有违法乱计这部分 行政院长也要办嘛 到底办得清楚 办得了当 办一千二百 我跟大家报告 今天的一周刊的社论 叫做掉进流沙的总统 越挣扎陷越深 对 他说马云九现在的处境 就像掉进流沙之中 他急着脱困逃离 但是他动作越大 下沉的速度反而越快 然后呢 他说 他忘了特征组违法监听 总统越宪政奋计 利用国家机器打击政敌 罔顾程序正义 未经调查入人于罪 所以这些都是非常严重的烂权行为 因此引发极端的反弹 导致他今天的局面 然后他说 如果马云九不愿意调整决策团队 不肯改变执政思维 最好他什么都不要做 静静的躺在流沙上面 也许他不会命定 但如果看起来 我要讲他没有静静躺在上面 他选择什么 他选择什么 再挣扎 所以一周刊的 一周刊的封面就是 魅王受挫 马云九陷入倒台海啸 他会倒台喔 他不是没倒台 那个台是他自己的舞台嘛 对 自己的台 不是台湾 不是台湾 不是行政烈的台 好 来 我们先休息 这个网络 问题是 你要再战 你要有武器 你敌人有了 你要有武器 你要有战场 你要有事情 要看他站着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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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